大家好,我是Dedai 今天想跟大家讲 老公被READ的故事 故事开始 老公和老婆没什么两句 就想回去睡觉 有人传讯息 是个女人传来的 问到睡觉了吗 老公出来了 拿手机进房 隔天老婆 想要了 老公不要 她说要回去剧场练戏 老婆看见老公上了一台车 她怀疑老公出轨 老婆是个妇产科医生 在医院有个和她很聊得来的院长 她的病人不多 只有一位长期被她检查的孕妇 下班了 她没有回家 居然去了夜店喝酒 她叫老公下来夜店找她 可惜老公说 不得空要练戏 老婆不爽了 随意在夜店找了个年轻的小伙子 在海边弹琴说 哎 小伙子想尿 在海边打炮 可惜老婆不要 小伙子只好带老婆去年假酒店搞搞 隔天回到家 老公已经昏昏入睡 样子好像刚刚射出来一样很满足 老婆觉得老公 昨天应该和狐狸精做到很累 某天老婆去看老公的舞台剧表演 老公和另一名演员在亲热 她心里不好受 一得空就去剧场 检视老公 老公和那名女演员在一起 老婆怀疑她就是那个狐狸精 碰一声 老婆发生车祸 她来到修车场 一个人回家时 某个陌生男给了她一个脸色 陌生男带老婆去海边打炮 哎呀 有警察出现 叫他们别打了 陌生男觉得情况不妙 所以就逃之夭夭 警察向老婆开罚单 说她的行为不检点 男女 孕妇刚好做完检查 她的老公居然是陌生男 老婆搬到若无其事的回去办公室 陌生男说 那晚是我没答案 是我送 我们完成我们没完成的事吧 老婆不要不要 一直把她推开 老婆请她出去 老婆很害怕 她还哭了 休假时 老婆和老公一起去海边玩耍 老婆开门见山 问她是不是外面搞外遇 老公问 为什么这么想 老婆说 不用讲骗话 上次手机问你睡了吗 又频频和女演员走到那么近 你肯定有 老公说没有 如果要隐瞒 电话不会那么轻易的给她看到 那时期要练习 为了培养感情 所以走到特别近 我和她真的没东西 听她这么一说 老婆哭了起来 原来是自己多疑 还伤了那么多男人 一天下班回来 老公给她一封信 原来是警察局寄来的 叫她去给罚款 老公神色凝重 在洗澡时 老公闯了进去 这个内裤 为什么没有穿给我看过 老婆说 还没穿 不是没穿过 老公不想出身 她狠狠地用行动来处罚老婆 这天上班 孕妇很早就来到 一进到办公室 她就一直质问老婆 为什么那么多男人不搞 就是要搞告她的老公 老婆说 这是误会 还没讲完 孕妇就给老婆一巴掌 事情没有最坏 只有更坏 一回到家 老公就喝到醉醺醺 老公受信大发 想要搞老婆 老婆问什么事 老公说 她知道性理的内容 你是不是和别的男人打炮 被罚款 习近平讲过 老公不明白 追赶又损到败 还好我发现 不然不知道还要待多久 老公不明白老婆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拿你不好不好 老婆以为她外面有女人 所以她想报复 老公说 我不是说过没有了吗 老婆不知如何面对老公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别疑神疑鬼 不然会做错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